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方是劳工 劳工通常他是比较经济上的弱势 所以他比较没有办法妥善地进行诉讼 另外因为他可能还有工作的需求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长时间去忍受诉讼 对他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折磨 所以司法院为了要因应特别的特性 能够达到实质的审判公平 维护民众的权益 所以要来推动这个劳动事件法 为了消弭劳资双方的不对等 在这版的劳动事件法中 强化了许多对劳工有利的条件 借此让审判更加的公平公正 首先是到哪里去打官司的规定的问题 那么我们向来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是规定以原救备 就是原告你要告被告 你要到被告的这个所在地去打官司 可是通常这个公司规模如果够大 公司可能在台北 可是他可能在高雄聘请的劳工呢 这个有发生纠纷的时候 劳工要告公司可能要到台北来告 非常不方便 那这一次修法新增了一个劳工呢 可以选择劳务提供地 作为法院管辖的一个基准 也就是说他可以在高雄直接告 第二个部分呢 是减轻劳工打官司的费用 在劳工请求给付工资 退休金跟支钱费的诉讼 他只需要缴交 依法令应该要缴交裁判费的二分之一 就可以打官司了 那甚至呢他如果连这个二分之一的负担都有困难 也可以申请诉讼救助 在这次的劳动事件法中 多了一项重要规定 那就是举证的责任将由资方来提供 而这样的改变又带给劳工什么样的保障呢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这个劳资争议的事件 他的诉讼所需要的文件呢 都在雇主那边 那如果雇主不拿出来 劳工没有办法举证 就会获得败诉的判决的话 这样对劳工是不公平的 所以劳动事件法就规定了 雇主依法令应该要备制的文件 在这个诉讼事件当中 他有提出来的义务 他如果不提出来 法院可以直接认为 劳工讲的是真的 第二个部分呢是 劳工呢只要在出勤记录表 有记录的这个出勤的时间呢 就推定呢是雇主同意他 这个提供这个劳务的时间 那么雇主呢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明 来反证来推翻 否则的话 这个他就要按照这个公使 来给付这个薪资 另外呢因为劳工呢 有继续工作的这个必要性呢 如果他主张雇主的解雇是不合法 那么可以请求法院呢 这个在这个诉讼期间呢 雇主要继续雇佣 并且给付薪资 除了让法令更加中详之外 在这次的修法中 司法院还新增了一个劳动法庭 为的就是让劳资双方 能够有效的解决纷争 新的这个劳动事件法呢 增设了所谓的这个劳动调解程序 在诉讼之前 那么劳动调解程序呢 是由一位法官跟两位 具有劳资专业的这个 劳动调解委员所组成的 劳动调解委员会 那么先行这个调解程序 那么让劳工跟雇主呢 能够透过比较理性平和的 这个程序呢 来解决他们的纷争 那纵使调解不成立 而进到这个 劳动的诉讼程序的时候呢 那因为劳动事件法要求 要设置劳动法庭 劳动法庭呢 是由专人专股来办理 或专庭来办理 那比较有专业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来提供 如何有效快速的解决纠纷 一直是司法院所努力的目标 如果您也遇到了劳资纠纷 除了提起诉讼之外 也可以上司法院的网站 寻求ADR的协助 帮您解决困难 若任何诉讼问题 请洽各法院免费 无中心 无情信 司法黄牛